大家好 我是許可 或是你也可以叫我Jocer 他是林長騰 我們目前是台灣大學物理系的研究生 兩位就可以開始 首先謝謝主辦方細心 投辦這個活動 讓這麼多不同領域的專案 可以互相交流 這個Talk 我們要講我們的Library 叫Cython Tensor Network用的Library 所以這個Library其實是一個TensorLibrary 講到TensorLibrary就不得不提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NumPy還有PyTorch 然後我把它並列在這裡 讓大家知道其中的差異就是 為什麼有這兩個Library 但是我們還要自己從頭再寫一個TensorLibrary 那NumPy的話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它就是提供很單純的NumPy耳類 它可以用作很general的資料科學的用途 那PyTorch也是提供基本的 就是跟NumPy耳類很像 但是它這裡比較Tensor 那比較特別是它有很強大的 就是GPU加速 然後還有一些計算 就是它可以做一些Bad Provocation 所以它是在NumRay或是Machine Learning方面 是比較Powerful的 那我們的Library 基本上也是有TensorObject 然後除了TensorObject以外 等一下會介紹 我們提供了一個Tensor的原生的Object 叫做UniTensor 那它主要是比起Tensor它帶有更多的資訊 那例如說像是Symmetry或是Label之類的 等一下我們會詳細介紹 那有這些資訊後 這個東西它變得就是 在TensorNetwork方面的應用會比較Powerful 那TensorNetwork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 就是它處理的東西其實 比NeuralNetwork還要單純一點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些Tensor的相乘 就是Contraction或是Composition的一些操作而已 那TensorNetwork最開始是比較常用在就是 因為我們物理系嘛 所以它是用在處理一些量子物理的問題 那最近也是被拿來用在一些偏微分方程 所以就是在一些流體力學或是金融問題上 會有些應用這樣 好 那我們這個Library是一個就是2019年開始的一個專案 那目前是release到0.9.7版本 那可以 大家都可以用KONDA很方便的安裝 那目前是有一個大概4到5人的管隊在maintain這樣 那我跟廠程是主要的maintainer跟developer 那我現在講一下這個Library 設計它的motivation跟它基本的一些重要物件 首先我介紹一下這個TensorDiagram 就是Tensor我們可以用圖像的方式來理解它 例如說一個General的Tensor它可以用圖來畫 所以我舉三個東西 它是適應到不同Rank的Tensor 可能Rank1的Tensor是一個Vector Vector就是一個向量 它是一個一維的東西 一維的parate 那這裡的話 我們注意到Vector它是用一個index來表示 index就是Vector的第幾個element 所以我們把它用TensorDiagram畫的是怎麼樣 我們就會畫一顆東西 所以我畫一個正方形 它可以是任何圖形 它也可以是圓形 主要的是它有幾隻腳 它有一隻黑色的腳出出來 然後我把它標示叫i 這個東西就是它的唯一的Rank 也就是它的index 然後我們再來看Rank2的Tensor 有兩隻腳的Tensor 它是一個Matrix 那Matrix 它是一個二維的Rank 所以我們用ij兩個index 當作下標 那它的圖就是會變成有兩隻腳 所以說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我們的MatchElement是什麼 就是有兩隻腳對不對 各而上一個 基本ij我就會拿到一個element 例如說00element 01element 對 所以這個圖是在講這件事 就是我們單純把原本數學的notation 比如說mij 對 ei 它畫成一個圖 然後它有兩隻腳代表它的indexes 那最後general來講說 超過 對 超過Rank2 我們就 我們就把它叫pensor 可是它可能是Rank3 就是更多Rank 那它會有很多腳 比如說這裡的話 是一個Rank3的T 那它有ick三個腳 那這個圖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在contract很多tensor的時候 它可以很容易的視覺化 比如說我們 考慮一個abc abc都是一個Rank2的東西 所以abc它是大家手機的舉證 那我們考慮把abc三個舉證 就是可以這樣寫 Ai J PJK CKL 那 注意這裡的話 J跟K叫上Over起來 就是你回想 當初 線信代誌的時候 指正向成 是這樣子寫的 然後這個 ctrl完之後 它就是會有兩個 還是一個 矩正嘛 所以它會有兩隻腳 那個IL 然後我把它叫做B舉證 就是它的結果 所以 這個東西它的圖就是 非常單純 就是你把這些 我把 紅色這一顆 tensor叫做A 綠色叫B 三色叫C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他們要contract的腳 就接起來 就這樣就代表我在contract 這三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它最後 沒有contract兩隻腳 就是它 高度的這個 矩正 它的 對 就是I can L 那JK就是contract掉了 所以我們問 我們發現就是 我們在處理 Tensor Contraction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圖就是 就是很 很容易看嘛 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視覺上很好理解 那我們在Programming的時候 怎麼樣 這麼視覺的東西 繼續融合到我們的Programming 就是 講實際點就是說 怎麼像 我們Program 要怎麼像 我們在畫 畫這個 Contraction圖一樣 這個是可以做到的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稍微Advanced 就是 Symmetry的問題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中 就是出一些問題 我們發現 如果這個問題有 對稱性的話 那你的計算的資源可以減少 例如說 我們考慮一個 就是工程 或是物理 很常見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eigenvalue problem 然後解這個 H這個矩正的 對 它的 eigenvalue 那這個 這個 C就是 這個方法大家就可以想像 它是一個 Vector 所以 這個Vector 這個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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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解這個H 我們要找它的H 這個H 這個H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H的話 這個問題是 如何被減透的 所以我們注意一件事就是 我們系統是 在這個線性代數的 這些問題 讓我們的系統是 有Basic來表示嗎 就是我們的系統可以 用不同 比如說 就是State 或State 來表示 那這些State 我們給它不同的類項 例如說 我現在有個System 然後這個System 可能是在 這三種State 例如說 它們是在N的0的State N的0 N的2 那這個N就是 可以是你 那這裡當然講的比較抽象 但是它可以是你 就是 實際問題中的 任何東西 例如說 呃 對 它就是一個Label 它可以是 家裡的 養個貓的數量 這些東西 對 好 所以就是 反正我們 比較抽象 那你們可以 帶入任何的 日常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 如果 如果 我說 這個H 就是這個問題 你要解釋這個問題 是因為 我確切在指什麼 那居然就是說 我把我的 H這個矩陣 寫在這個Basis 下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 就是 Block 還有一個N的結構 就是說 這裡的話 H是一個矩陣 所以把這個矩陣寫出來 那 所以它這個方形的東西 可以這樣理解嗎 所以有點像是 那個 如果用線性太多的角度來理解的話 就是說 H這個 H這個 現在這個 expand這個 H這個矩陣 它的 image 可以被拆成三個 substates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理解嗎 OK 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 就是 方便大家理解就是 我先用 用這個圖 就是 它的 矩陣 它的灰色部分 是沒有辭掉 它是0 也就是說 只有在 這三個方塊 沒有辭 所以就是有點像 substates的概念 所以你發現 在這個情況下 你把這個H去 apply在這些states 上 你如果apply N等於你的states 你會發現 另外一件事就是 N等於你的states 它是否被 提到N等於你的states 就是說 它的N 是一個受很量 就是它N 不會變 就是 你可能對你家 做過一些事後 你家的貓的數量 會變 或是 出滿滿的菜之類的 對 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就很好 我們發現 就是 我們的states 有一個受很量 那個N 所以這樣的話 你的問題 就會變成這樣子 被拆成很多 不同的小問題 所以這樣第一個 你的memory 就減少 因為你有很多 你不用去存 所以我不用去存 一個大的states 可以用去存 一些大的就好 然後我的所有 千辛代存運算 也可以 就是 代存 借這些小問題 那我們就是 問說 這個 這件事要怎麼樣 在 在 program也很好的 in origin 就是 若是你只有 難牌的話 它就讓它不提供這些東西 就是 你居然要去搜尋 這些東西 就是 如果symmetry的話 它怎麼 我怎麼去做出一個 有block結構的 一個 tensor的東西 那我們居然要 就是 你們做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來介紹 我們 最重要的兩個outject 第一個當然就是 Tensor 就是 我們也提供最單純的 Tensor Tensor就是一個 multi-dimensional ray 所以 所以 所以它 我畫兩張圖 左邊這一張圖 左邊這一張圖 就是 它的 tensor單純 然後 單純 三次角的圖 那右邊的話 是不要從 programming的角度看 就是 它是一個 class的圖 所以我有一個 tensor 然後那邊 包了一個 storage的class 那storage就是 基本上就是 跟 pytosh的 dorage一模一樣 它就是一個 有一個 記憶體的 array 存在的東西 那其實大部分 那一些 它的 大法臺 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是 tensor 然後我們延伸的 物件 unitensor 這個unitensor 它就是 比賽來說 就是 可以 讓我們的 tensor內容的編程 比較容易 它包含 除了tensor之外 它包含其他的特性 第二個就是 label 第二個就是 symmetry 就是 然後我們前面 兩個 問題都有 dress進來 那一樣 畫了兩張 左邊的話 是 theunitensor 的直覺 那就是這樣 我們會發現 跟 tensor 比的話 它在 它的腳上面 還是一個label 就是說 可以 幫助自己 identify 你要扛摘的腳 或者說你想要給這些腳 它的意義 physical 物理的意義 之類的 那 這的話 我就 像真心的話 它裡面其實是 它其實不是一個dance的東西 它就存了很多 黃色的這樣的小的tensor 那它很右邊這張 它就比較明顯 它裡面包含了tensor 然後 然後 labels 然後 還有 我們的signature 的東西 所以就是 像tensor 然後還有另外兩個 東西來 幫助大家更好的去 manipulate 我們的tensor laboric 這樣子 好 然後我接下來馬上 show 兩個非常 specific的 的這個 就是 怎麼用的label 來做 一些實際的工作 那第一個就是 剛才講的就是 我們要 我們要去contract 就是我們要去 例如說我們要去沉 我們的矩陣 那這裡的話 搞定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把 UT1 UT2 UT3 他們三個都是一個 都是tensor 然後都是一個range 然後我們要把它沉起來 可以看到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是 就是 UT1 ABC 然後它的 第一隻腳要跟 OK 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相同的 label的腳要結起來 所以你會看到 就很複雜 就是第一隻腳跟第二隻腳結 然後 第二隻腳跟 有些第二隻腳結 所以你會發現 你如果 你如果自己用浪拍寫的話 你就要做一些 你就要自己在那邊 補錄來補錄去 嗯 是不是 就跟 instant rotation 是 對對對 就是 你知道浪拍有 instant rotation 有 浪拍有一個叫 愛上的東西 那 對 那我們 做的這個東西 跟愛上非常相 那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提供非常多 contract的方式 這也是其中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做contract的方式 就是因為 我們要 借一個很大的一個 有點像網路 所以我們就要把很多人接齊 然後下來這樣 我們把Ut1 可以做 3 根據我們的需求 把他們相應的腳結齊 然後有一些腳是不接的 也就是 他幫我們顧的腳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把它 始作在一個開來 是叫Network 所以我們每時候也能創造 一個Network 然後在這個Network裡面 我們有不用 這個 導致訊息的方法 就是 你看到 在這裡我們一直覺得 定義 就是 它的 這個Network的 藍圖有點像 就是 它的 每一個Tensor 它的哪一支腳 要跟哪一支腳 接的 對不對 然後 定義完Network之後 我就來做一件事 就是 我們要做一個 就是有點像 我們定義的藍圖 然後我們把 我們要接的Tensor 對不對 就是實際的資料放進去 那為什麼要把這兩部分 還為什麼 我們要像I商那樣 就一卡 做完 做得通過就好 那 這個其實這樣設計 其實是有好處 就是 比如說 在實踐運用裡 就是 User呢 會希望 Ut1和Ut2 會是Constant之類的 就是 總是有一些 你要接的Tensor 它是不會變的 對 對 這樣的話 你可以重複運用 這個建構靠你的 這個 可以聲音 餵 餵 那我這樣大聲一點 聽嗎 好 對 這樣聽嗎 真的嗎 好 我剛才拿鞋的 好 所以 我剛講到哪 好 就有一些 有一些Tensor 它是 Constant 就是你不會變它 例如說 Ut1和Ut2是固定的 那你實際的 Program 你可能做某種 疊代的東西 所以你就是 可能Ut3會一直換 然後換了再去接 換了再去接這樣 所以我們把這個 Constraint 這個Network 跟你實際放進資料的 這個步驟分開 然後最後一步 我們 就是call了一個launch launch 大家知道 啟動的意思嗎 所以就啟動這個 Network 所以意思就是 我們實際去 Perform這個 Constraint的動作 所以就知道 Ut4 所以 我們在 我們針對這個 剛才提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 TensorNetwork 的 TensorDiagram 就是 不同Tensor要怎麼接 這個問題 就是 很麻煩 如果你只用浪派的話 那我們的Solution 就是 我們做一個 Network的東西 你可以 Define 你的 這個 Contraction的Test 你可以 自由的更換 你要 你要 Contraint的資料 對 所以它是非常 就是 有彈性的 然後 可以 對 可以幫助我們 簡化 就是在 Contraint的時候 的一些 Program的 work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 incorbrate symmetry 這個 這裡的話 我秀一個 Example就是 我們 Library是怎麼 Countra一個 有對稱性的 矩陣的 例如說 我現在考慮 剛才的那個 H 就是它有 N等於012的 block 這裡的話 H的話 可以寫成 對不對 H可以寫成 一個 兩隻腳的 這個 Tensor的 Location 那 我把它 矩陣的樣子 寫開 就是剛才 大家看到 有三個block 那我們 回想一下 就是 在這個base 這些block 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把 你的 N等於0的 state 沒屏到 N等於0的 另一個 State 所以我們發現 就是 我們 就看它的 row 跟column space 就是 symmetry 的 資訊 它是已經 引扣在它的 row跟column 也就是它就是 引扣在它的 角上面 所以我們發現說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讓User 可以在 這個Tensor的角上面 去define symmetry的資訊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說 User define完 那個 在腳上面 底下完 symmetry之後 我們的library本身就會 幫它處理 說 所以我要存的block 是哪個 就是 只有 0 flux的block 要存 所以flux是什麼意思 通量的意思嗎 就是 例如說 就非常簡單 就是 假如我現在 N等於0進來 我把mate 到N等於0 這個東西我是要存 但N等於0進來 它不能 mate到N等於1 不然就有free symmetry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存的 所以 這個就是 flux的意思 只有0 flux是0的時候 我們才有存的 element 對不對 所以每個element 我們都會去計算它的flux 對不對 比如說 再看一個 像是N等於1 進來 那N等於0出去 這樣子flux就不是0 這樣是正1進來 所以說 我們這邊就是灰的 就不存 那N等於1 進來N等於1出去 才會 存 所以 我們每個element 都可以這樣做 很自然 我們就會發現 我們的腳 我們的腳 可以define symmetry 的資訊 然後我們的腳 還可以define 方向的資訊 就來決定 我們的 這個label的flux 的方向 所以這裡的話 我是這樣畫 注意到我是畫 它的row的腳 是什麼 是往內 往內流的 然後column的腳 是往外 所以這樣的話 就可以 這樣的話 就是代表一個矩陣 它的這個 就是怎麼去計算 它的flux 所以這些都是user 可以定義 那我這裡很簡單的 show 三行code 就是怎麼 construct這樣的 symmetry的程式 首先 我們知道 腳上面可以放很多資訊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 幫tensor的腳 去定義一個class 叫做bund 好 所以我們先 construct它的bund 這個矩陣有兩個bund 所以我們bd1 就是叫做citon.bund 然後我們 第一個accument 定義它的方向 就是往內的 然後另一個是往外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樣的 就是 第二個accument 我們定義它的label 也就是它的 這裡的大N label 所以有012 對不對 有三個label 然後第二個accument 我們定義的是什麼 是它的degeneracy 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好我現在有個 假設我現在有個label的 等於 N等於0的state 那它可以不只出現一次 它可以 實際應用中 它可以出現好幾次 簡單說就是 這些block 它不一定要是1乘1的 它可以是 例如說 這個紅色可以是1乘1 但是這個 綠色可以是2乘2的 所以這邊就是在定義這個 state它的degeneracy 也就是這些block 它的實際容納state的大小 所以 只要space玩這些資訊 那我們就定義完 這個tensor 它帶 symmetry 跟方向資訊的bund 那用這些bund 馬上我們可以construct 一個 symmetry的tensor 我們是這樣做的 就是h等於 sight and star unitensor 然後把這兩個bund 放到一個list傳進去 這樣 那這樣的話 這個 symmetry的這個物件 就已經造完了 所以 所以我們提供 我們之後就會對這個東西 就提供非常多 例如說 你可以 users可以拿到 他們想要的 就是 不同label的block 可以針對這些block 去做 他們想要的operation 就這樣 好 那 基本上 這兩頁就是 已經address完 前面兩個問題 就是 很重要就是 為什麼要 重新刻一個library 基本上就是 第一個可以 可以方便的去做 這個tensor network的content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可以把我們 生活中一些有symmetry的問題 比較好的去解決這樣 然後接下來場可能會講一些 就是 這個library現在比較重要的 feature 好 謝謝許可剛剛的介紹 那接下來我就會講說 我們現在這個library 有什麼吸引人的 這個feature 讓 讓 我們 要怎麼去compete 我們之前 例如說 NonePi或PyTorch 為什麼會有人 會想用我們這個library 好 那 首先除了 剛剛許可有講到 我們的 unitensor 還有我們的symmetry以外 我們 必須要有一個 好的 介面 就 所以 像我們的 library 我們有提供 python 的binding 就是我們的底層 是用c++寫的 然後我們會去bind到python 那這樣子的話 首先大家都知道 python的問題就是 它可能有些地方會跑得比較慢 但是它可以非常快的開發出來 那所以如果我們想要一個 高速計算的 已經寫好的程式 我們想要它跑得快 那我們 就可能會想要在c++寫 可是如果 我們 還沒有寫到 完全py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想要先用python 去跑一些測試 跑一些benchmark 那 所以我們這種有python binding的結構 就可以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然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我們已經寫完python的部分 可是如果 沒有人會想 沒有人會想把它移植到c++ 因為可能code很長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說 我們 我們 我們c++和python的code 是非常相近 我們基本上 不太會需要去查一些API 不會不需要一直查API 你就可以把 python的code寫回c++ 或c++的code寫成python 那例如說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造一個tensor 那它的argument 基本上排列都是一樣的 當然在python會有一些 Nandargument 但是 沒關係 我們 一般的寫法 它的 排列都是一樣的 然後 像是這些 object的名字也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只要 非常容易的把它轉移過去 那也不只是這些 object的名字 例如說 我們之後 還會有一些 linearalgebra的function 那些名字也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是 有把它做 名字一樣的finding過去 然後 我們也有做 multiple device的東西 就是 現在大家都會想要用GPU 做一些加速連算 所以 我們的做法 跟排列都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會在造object 所以我們就可以先給定說 我們還要放在哪個device上面 例如說 我們可以放在cuda 以及這個GPU上面 那 那 當我們 要做一些切換 例如說 有一些動作 我們會在CPU上做 可能會比較快 那我們就可以 現在CPU上做完 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的 用這個 打tool 直接把它轉到 cuda上面 或是 GPU之間 轉換 都是可以非常方便的 然後為了 為了我們的 Library速度要快 所以我們 會用一些 很成熟的 一些Linear F-Bot 方案 例如說 我們目前 就會支援Intel NKL 還有OpenBlast 那像是現在 NEC馬上就要 面臨到 NKL被 deprecate的問題 所以 我們其實就可以 很輕鬆的 就是 編譯的時候 用OpenBlast 就好 那在 GPU的部分 我們也是 用了 成熟的解決方案 CooBlast 甚至 CooQuantum 有一些 在Tensor Network 方面的 contraction 有一些 加速 那些東西 我們是用一些 成熟解決方案 所以 通常在這些問題上 不用太擔心 說我們的速度 會跟不上 然後 我們也支援了 至少在物理上面 會需要的 那些Linear F-Bot Functions 像是SVD 當然最基本 SVD Truncate 我們也幫你寫好 然後 IgonValue Deconstruction 那些都有 那 當然 除了這些 成熟解決方案 以外 我們自己也要有一些 對於 性能的 考慮 就是 最 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當我們 現在有一個Tensor 那我們想要去 對它做 Permutation 例如說 原本的Tensor 它是3乘4乘5的一個Tensor 那我們想要去做Permute 就是說 原本 角的排列方式是345 那我們想要把它轉成354 那像這種東西 如果 如果 我們 每一次你去寫這個A.Permute 我們都去把記憶體裡的Element 真的去排列的話 它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性能負擔 就是 我們 存取記憶體是非常昂貴的 所以 我們 我們 就 像Pytosh一樣 我們 會 只會存一個 Mapper 所以我們 底層就只有去存它這個排列方式 除非 到 避不得已 例如說 你想要去算它的 SVDD 或是 Igonvary 之類的東西 你才會需要去 call這個 Dub Contiguous 讓它把 記憶體變成連續的 像這種東西 我們 我們 會做 一些 重要的優化 讓 我們這個速度 可以跟其他Library 不要差太多 那 接下來這就是 我們一些Benchmark 那現在 比較成熟的 也提供了Symmetry 就是剛剛徐柯講的 那些對稱性的方案的Library 例如 iTensor 那我們這邊是拿它的C++版本 跟我們 對比 但是他們 有Julia版本 但是 他們C++和Julia版本 時間只差一點點 那我們這邊 跟他們C++版本 做對比 發現 基本上是在 同一個梯對 這個是Log Scale 然後 我們 時星的點 都會是我們Sightens的速度 那 空星的點 就是對方iTensor速度 那 例如說 紅色的這條線 就是說 我們去算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自密的 矩陣的 相乘 然後用一個Thread 那我們速度 你可以發現 那 iTensor 可能在這邊 這些地方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 在 當 當我們的Element數量非常多的時候 基本上 時間在Log Scale上是重合的 那 其他的 例如說 我們花Buck Thread去算Dance的 contraction 或是 花各種Thread的數量去算 例如說 有U1C U1C 是一個物理名詞 不用太在意它 反正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有Block結構的 metrics的相乘 我們可以發現 至少我們跟 現有的 解決方案的 速度 是 在同一個體對 那 由於我們也有GPU支援 你可以發現 例如說 我們拿 CPU和GPU 去做Log Scale對比 你可以發現 在 Bond Dimension非常大 也就是說 Element數量很多的時候 它基本上 差了 將近10倍 這樣 好 那 那 這就是 我們這次的 Summary 我們 我們做了一個 Library 叫Sytens 它 給了一個 除了Tensor以外 還有Symmetry的解決方案 我們可以 運用這些 我們發現到的 對稱型 去做更好的 語言的節省 也可以更快計算 然後 我們這個Library 它不會有一個很高的 Learning Curve 它 畢竟它的寫法 我們都會有參照 NonePi 和PyTorch 所以如果你對 NonePi和PyTorch 有 有經驗的話 其實你可以非常非常快的上手 然後 我們也有 GPU CPU的 Multi-Device 的Support 那 我們未來 我們正在做的是說 我們會做多CPU 還有多GPU的Support 然後 我們目前也有 已經在做了 就是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後端 換成PyTorch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例如說 PyTorch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Automatic Differentiation 就是說 當你做舉證相存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是可以 去對舉證的元素做微分的 那 像這種東西 PyTorch 是一個非常成熟解決方案 那如果你想要用我們的API 並且又要想要有一個 微分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 把 我們把後端換成PyTorch 你就可以快樂地跑你的微分 好 謝謝 那這就是 我們Citance的 分享 那感謝兩位的分享 那請問有人要問問題嗎 OK 好 我確定一下我理解對不對 所以那個 Unitensor下面有 有Tensor 有Tensor 然後有Labels 然後跟那個 Symmetry 所以它底下有很多個Tensor 代表說 一個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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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Block都是一個Tensor 所以一個 我可以把它 Unitensor概念上來說 可以理解 但是有點像是 一群小小的Tensor 集合 對 可以這樣理解 可以這樣理解 然後每一個小的Tensor 有一個對應的Label 不是 是那個 Symmetry Label就是 你可以把Unitensor 看成是一個橘色 不是 看成是一個Tensor 對 只是它在 你們Flux等於0的地方 就是 會有小Tensor 會有一個Label 有點像是 SparseMetrics 那種概念 有點像 對 就是在某些Index上 它是0的地方 它就乾脆直接不存 就直接當作是0 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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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 用Tensor底下就是一群Tensor 然後 那Symmetry的話 是你們上面畫的符號的那個 N等於0 對 那個 那個不是 就是 那個和我們講的Label 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就是 OK 但沒關係 大概概念上是對的 就是 你每一個小Tensor 會有自己的小Label 但是 如果你要從大的方面看的話 整個Unitensor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Tensor 所以如果你不想去管那些底層細節 譬如說你就是 你只知道它有這個Symmetry 你不會想去管說底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到底有幾個Block 那你就可以很快樂 你就是拿這個Unitensor去做任何乘法 甚至可以做SVD 你可以做Igon Validity Compensation 你不用去關心說底下它到底有什麼東西 就是 我們這樣包的意義就是說 Igon Validity Compensation 那 可是 如果是Tensor的話 就代表說 它 Matrix 是它的特例之一 那 至少就我所知啊 如果超出 二維以上的Tensor 你要做Decompensation 其實是個 Non-Trivial的問題 就是 就是當我們做這些Lineering Bar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去定義一個說 它的RowRank多少 哦 就是你前面有幾個 幾根腳是你的Row 後面幾根腳是你的Column 哦 對 硬把它產成二維就對了 對 好 OK 那說到這個的話 那 既然你們跟Numpi有一些整合 那也同時 然後 Tensor Network的一些行為 跟Numpi 那跟Numpi的Broadcasting 這行為你們有 有整合在一起嗎 還是說 是 呃 不是 那個 呃 好不然 我 哦 好 好 我懂了 我懂了 那我再跟你說 是不是 老大 老大 想說 似乎 娛 學生 鋼 學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